我講過孔雀冥王的威力 他有三個佛的代表 他是三個佛的代表 第一個他頭上手戴的 是必如遮那佛 中央大日如來的必如遮那佛 他的寶觀 象徵孔雀冥王 他第一個必如遮那佛 第二個孔雀冥王是釋迦摩尼佛的等流生 釋迦摩尼佛在 他的那個 往世的經典裡面 五百世當中 有一世 他是當過孔雀王 有一世是當過孔雀王 就是孔雀王 所以他代表著釋迦摩尼佛 第三個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他顯化的 陰鵝鵝 孔雀 家連平家 共鵝鵝鵝鵝鵝鵝 是阿彌陀佛 是阿彌陀佛本身的變化身 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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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阿彌陀佛 孔雀 超级市场 是印度人开的 他就是孔雀 孔雀超级市场 阿彌陀佛 Om Mairi Gradi Soha Om Mairi Gradi Soha 他的行踪 他的所印 就像孔雀开平 孔雀开平 我在台湾的一张市 太阳很大 夏天太阳很大 传孔雀明王的法会 在做孔雀明王的法会 你说太热了 孔雀明王太热了 四周晴天万里 根本连云都没有 突然之间 跑出一片云 黑云 就遮在这个 台湾雷藏市的上空 就只有我们那边有凉风吹袭 台湾雀藏市的上空有凉风吹袭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晴天 大热天 那个法会谁也参加过 哇这么多人啊 有没有这回事 就只有一片云 遮在台湾雀藏市的上空 四周全部都是 一片云都没有 孔雀明王的翅膀 看看有没有神奇 我在讲六祖禅经 在台湾雀藏市讲六祖禅经 来走到那个大殿 西方 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大四世菩萨的大殿 往外 西空一看 空中就有六个脚印 六个足印 六祖慧能 六祖刚出现六个脚印 这天上就是有这些奇迹 让你看 你说奇怪不奇怪 讲六祖禅经啊 空中显现六个脚 六个脚刚好是六祖啊 六个脚印啊 那一次旁边也有人 不知道有谁在我旁边 哈 你有看到 你看还是有证人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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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六个族耶 空见明王法会 在台湾雷藏市 哈 那个同门来说 奇怪啊 就只有台湾雷藏市上空 有一片乌银 其他地方全部都是晴囊 万里晴空 连一片银都没有 因为那个太阳一晒啊 大家统统都流汗 热得要命啊 我也是很奇怪啊 天气冷 我就说 同门跟我讲 你以后要用微博 好啦 我今天开始用微博了 天气变热了 真正把微博拿掉啊 他又冷了 这也是奇事 玛丽之天跟孔雀明王 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护法 也是本尊 也是本尊 就是 是 就是 感谢观看